我们尽量让感觉和空间比一般的厨房没那么逼夹 中式锅 矮仔炉 和蒸炉 模仪地变成中式厨房 慢慢演变成那边 西式多一点 你看到有扒炉 有炸炉 然后还有烤炉 因为我相信 共享这个 trend 是一个 global trend 很 limited resource 但怎样可以令到 maximize 人可以用得到呢 就是共享的 concept 我们的 starting point 就是我们真的很想帮到这些追梦者 无论是家庭主婦 到住私 如果他们越做越大 我们都很希望他们开实体点 令到香港的经济亦都非常之好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疫情令到有很多人会想到很多不同的商机 或者不是商机 都是要想自己的发展会是怎样去努力 因为始终很多食肆在这段时间都比较辛苦 所以有些人会选择去暂停营业 但是暂停之余 那些厨师都可能有心去想继续做些事 那他们就会找我们这些厨房 我们去到大约3月4月 是我们的 peak time 我们的 increase is increased 30-40% of our members 亦都 month on month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的能力去到80-90% 因为始终我们真正地上年年中才行动 就比较难些去想这件事 我只是租借就会是一个基本的基础 去吸纳这些人 去建立我的社会 就说我们有 value added service 或者我们是见到 potential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可能JV joint venture 去跟他们携手 去建立他们的 business 反而是diversify了我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这个收入也都不会是单方 只是做一个共享厨房 创业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们更加贴切的应该说是新的尝试 新的挑战 创业和我们现在的模式有些不同 你要投放资源下去 你会找铺 请人 买器材 现在暂时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想 我其实就很老实说 我比较是喜欢一些实体店 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 我暂时觉得这类的分享厨房来说 都很适合我 会不会有第三个共享的概念 有 共享餐厅 是 我有点想用共享的一个概念 去开实体店 里面可能是一个短期 flexible的租的时间 是给不同的厨师 无论本地的厨师 或者外国厨师 可以去体验到 转租一个餐厅的真正经验 中文字幕进一会儿 fins下 JUL 中文字幕志愿者 out of the world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官方